在十九號晚間 臺北市萬華是接連傳出槍響 綽號阿國的秋姓嫌犯 疑似因為幫派恩怨 在漢口街二段 還有桂陽街開槍 打傷三位民眾和一名員警 隨後還瑕持人質和警方對峙 最後釋放人質之後 是開槍自盡 送醫不治 警方下午完成了香宴 指派專責檢察官要追查槍之來源 並釐清犯案動機 料派大批警力支援團團包圍開槍嫌犯 你被包圍了 冷靜一點 經費駁禍跟嫌犯僵持不下 因為他還持槍挾持四名人質 警方強勢攻堅 人質陸續獲釋 但他就是不肯器械投降 突然朝自己開槍自強 發生在十九號晚上七點多 警方初不了解 綽號阿國的邱信嫌犯 疑似因為幫派恩怨尋仇 先在萬華漢口街朝兩名幫內成員 至少連開十槍 又跑到青山宮 對許姓副主委開槍後 躲到旁邊飲料店 瑕持四名人質 最後自知逃不掉 舉槍自強 蒸氣槍擊案包含一名員警 總共四人受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槍聲連連也讓附近居民嚇壞 不過邱信嫌犯在犯案前幾個小時 就在臉書跟女兒告別 就像是在預告犯案 還留下遺言提及幫派自家人 曾經動用警察機關來對他壓迫 對此警方嚴正駁斥 鄉內發生重大槍擊案 檢方也已經介入偵查 在二十號下午完成祥宴 北監已經指派專責檢察官 追查槍制來源並釐清犯案動機 只是如今臺北市在爆出槍案 損前敏感時刻 讓治安又亮起紅燈 記者 傳承李逢 臺北報導